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大家有沒有覺得今天這個場景有一點不太一樣 唉唷 還多了一個人呢 現在在泰國的蘇梅島 然後我們今天是員工旅行的倒數第二天 如同標題所見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講一個我自己覺得 很不想面對的事情 那就是我發現 這個月底我就會滿25歲耶 表示你能稱之為自己是二字頭的時間 只剩一半了 尤其是最近跟我媽聊天的時候 我媽就說你看她快60歲了 她就覺得她的皮膚跟我有的比 就叫我不要太囂張 如果現在不顧好的話 可能很快就會比她差之類的 所以今天影片呢會分享幾個 我自己觀察到 我和年輕人慢慢有點距離的 幾個徵兆 然後呢也會順便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覺得蠻好用的東西這樣 好吹 好吹 Let's go 例如說會把年份掛在嘴邊 你可能不會講說我是兩三年前去美國的 你就會想 我是那個2012年去美國的 就是很愛強調是哪一年 做的什麼事情 我以前真的覺得都是長輩會做的事情 然後現在發現自己慢慢也有這樣子的徵兆 然後覺得很害怕 然後因為上次那個瑜伽影片裡面 就有放一段那個健身操的音樂 然後就沒想到引起還蠻多人的共鳴 雖然我不知道現在的小孩子 是不是還是跳那個路系健康操 但是我很認真的覺得自己有點年紀了 然後現在的工作你就會發現公司年輕的人越來越多 像我在第一間公司我是整棟大樓裡面年紀最輕的那個 1993、1994已經不夠看了 再來就是什麼1995、1996 真的是很青春洋溢耶 2000後的小朋友 2000後的人 講小朋友好腦 因為我是我們家年紀最小的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很年輕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但是 只能說我在大學的時候不管怎麼熬夜 皮膚都很好 精神也很好 各方面都很好 現在就不行了 大步如前 好累喔 像我前陣子在信商就有收到品牌的邀約 然後裡面就是在講說假性老化是什麼 那有大概就說你如果常熬夜 然後常用3C產品 然後飲食不均啦 作息不正常這種 可能你皮膚上面就會有一些什麼暗沉或是細紋 然後我就開始照鏡子 我心裡想說 欸 好像就是在講我耶 然後呢 我就想說好那我去試用 結果試用完之後 其實就很喜歡 我是打從心裡的喜歡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這個 尼盡絲的全能緊織精華油 我的膚質通常是中性 然後T字偏油 像我之前的保養品 可能很多就是注重在控油這個功能上面 所以我覺得油類的產品 一直都很猶豫 然後不太敢用 但你看這次試用的保養油 它其實質地相較來說是很清爽的 有點出乎我醫療 就是它吸收的很快 你睡前保養用完之後 你隔天起來也不會覺得油膩膩的 加上因為現在在換季嘛 那我自己的皮膚相調來說 也會比較敏感 用這個時候就可以解決 就是這邊開始會偏乾的問題 那如果你本身是真的很油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可能避開 你真的很油的部位 但我用起來是覺得 整個都還蠻穩定的 我很喜歡 然後我後來有去查一些資料啊 就是其實油類的保養品 不是只有乾肌可以使用 但我覺得就是找到 那適合你自己的就可以了 它已經整個都吸收進去了 現在的保養步驟就是化妝水 然後精華油 然後再就是上這個乳液 是泥晶絲的全能新生修護乳 然後這個我前兩天有看到那個 TheRing在她的IG上面推薦 然後我就覺得哇天啊 終於有人跟我是一樣的 因為我真的用完之後超喜歡 這樣子 因為今年冬天冷的比較早 所以我尤其是這一塊 其實在換季的時候 就會特別的敏感 跟比較乾一些些 用了兩個多禮拜 皮膚的狀況其實真的還不錯 用完精華油再用這個乳液 大概也是過個30秒之後 它就會整個就是這樣 ㄟㄟ 那這次會來分享這兩個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用了 真的到現在為止大概超過一個月 跟我之前使用的保養品 訴求可能都不太一樣 像我之前可能就很追求 要控油跟保濕 就我現在還是會很注重那些東西 但是現在可能額外又會再多注重 可能跟細紋 或是皮膚緊實相關的東西 就我覺得皮膚最近一直都很不錯 好 講那麼久 我們現在正式來上妝 然後我最近啊 買了新的 MED & POORLESS 世界炸好用 今天我們行程 時尚最chill 等一下會換飯店 然後呢 今天的唯一行程 就是要去做按摩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來泰國 就我覺得好像 海盜好像是年輕人來的地方 我們昨天去買月派 對我覺得 好啦 就是只要新派是年輕的就好了 就是呢 就是你會發現身邊的親朋好友 學長學姊學弟學妹 都會開始邁入人生的下個階段 例如說你的臉書開始有很多紅色炸彈 或是發現 怎麼這麼多嬰兒的照片呢 我國裝同學應該至少有三四個已經生小孩了吧 我就覺得好可怕喔 以前會覺得結婚生辭這件事情 離我很遙遠 但最近就會覺得好像 離那個階段好像也不遠了 你知道嗎 所以最近的妝呢 變得越簡單越好 通常我就是黑眼圈遮一遮 然後眉毛畫一畫 我覺得我算是 滿在乎年齡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過了二十歲以後 時間好像就跟飛個一樣 每到十一月我都會特別的惆悵 因為你知道我是十一月生的 然後一言是五月 所以我們兩個中間其實就相差六個月的時間 十一月的到來呢 就表示我能夠說我跟一言同歲的那個時間 就是只剩下一個月 很惆悵 很值得惆悵 我覺得很難想像自己有三十歲 三十五歲 四十歲的時候 嗯 心境上面可能要有一段適應期 那以上呢 就是我最近有關卡到自己 對於年紀這塊 有一些體悟這樣子 分享給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共鳴呢 近期呢 是因為我剛剛提到那些症狀 就讓我特別對年紀這件事情很有感 今天的影片呢 其實是跟尼靖絲合作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對包容這件事情 想法的改變 所以這次其實很謝謝品牌 就是願意讓我去體驗他們的東西 然後甚至我自己驗完之後 是真的很喜歡的 我天生是非常幸運 就是不太是那種 會長痘痘的體質 所以我一直都很仗著這一點 然後洗臉也都沒有好好洗啦 在我們這個年紀來說 我覺得在保養跟 可能預防假性老化這種 就要多下來一點心思 那如果對於以上幾點是有共鳴的 也可以歡迎大家留言在下面 跟我們一起討論 然後我要告訴你 你不孤單 也麻煩你讓我知道 我不孤單 那今天就好了 我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你們有的話 請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我會在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找到適合你 我覺得啦 看粉底液是什麼 如果你是那種 這邊很容易卡粉的人 你可以試著 就是加一點 那個精華油下去 我覺得它的服貼度會增加 今天我還畫得比較完妝一點 雖然說今天唯一的行程 就只有這要去按摩